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来到基隆 参加他与立委参选人郑文庭 基隆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沿途受到支持者的热情欢迎 虽然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下 与世断断续续 但不减民众的热情 现场吸引了超过3000位支持者到现场相挺 让赖清德和郑文庭的内心相当感动 相信你能够说 我们的初期如果怕冤灾 心理就一定是来的 今天这些人无条方法 勇敢站出来 团结一直来支持亲戚 支持郑文庭 我相信我们大家心心都同样 我们一定会把压到真正的选举 大家说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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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力路會冷嗎 大家都沒走的 我如果走起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健全的 我很開心 看來我的同學 小學同學 國中同學 看來有親家朋友在這裡 看來有這麼多 家人的婦女鄉親 大家慶全年來支持我們 我跟雲廷龍一切公 跟大家勝利下感謝大家 我跟雲廷龍一切公 大家慶全年來 過去這五年來 我不但以我的專業 提供免費的婦女 也開辦愛心冰箱 每禮拜五 在我的婦女房 發放愛心物資 生鮮物資 讓我們的弱勢族群 讓我們的公民收入 就算我現在在選議會 我們感覺到非常非常的感動 也不捨 但是因為有你們的出現 讓我們更有力量向前繼續衝 我們一定會贏 我們也一定要贏 這場聯合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展現民進黨的團結氣勢 從中央到地方 包括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立法院長游錫坤 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 內政部長林又昌 立委蔡世映 還有基隆市議長佟子偉及黨籍的議員 都到現場力挺 懇請基隆相親的支持 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年 基隆的城市發展一步接一步 雖然在去年的市長選舉 在適應辜負大家的期待 不能夠順利的當選來接棒佑昌市長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明年1月43號 我們的總統跟立委投票 我們要讓賴清德 接棒蔡英文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在了我們的賴總統接棒以外 更重要的 就是讓我們的文廷議員 來接棒四英 讓文廷繼續做中央跟地方的橋梁 來幫基隆爭取更多的預算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既然過去八年的時間 又昌做市長 中央蔡英文跟賴清德這次 有很厚人的行政議長來收聽 所以基隆市的建設在這幾年突飛猛進 所以再來中央同樣 愛我們民進黨這次 電影的理會委員 就要拜託大家來收聽 我們這次代表民進黨參選的政委庭 大家還有好不好 雖然說下雨天 但是我們看到那麼多的支持者 這也代表我們基隆人的浪漫 基隆人的熱情 所以我想我對我們總統跟立委的選情 也非常的樂觀 也非常有信心 在最後的關頭 不管藍白河 藍白拖 藍白草 藍白豆 我想這是一個對跟不對的價值的選擇 我想拜託大家堅定支持賴清德 鄭文廷 不管藍白河不河 就是選擇賴清德 今天這一場 基隆市的競選總部成立 早就在我們的預計的時程當中 對方到現在還在做任何的組合變化 我想這個都不是我們必須去關心他們的 但是他們的變化絕對趕不上我們的計畫 我們照著計畫走 尤其是基隆的這一場 在我們同議長跟很多好朋友的破話之下 籌備非常久 這又是一個非常別式的競選總部 我們希望從這裡開始 總統跟立委都能在基隆市 打出一場非常漂亮的選戰 也維持我們在這裡的席次 只要維持席次我們就能夠過半 很高興看到很多現場的好朋友 來到這邊要來鄉挺賴清德 鄉挺 鄭文廷 那今天雖然有一點點飄雨 但是現場許多支持者都不減熱情 而且都在現場大肆採購我們的競選小物 我希望能夠藉由今天這麼成功的活動 將這樣的氣氛延續下去 一直到我們明年的1月13號 讓賴總統以及我們鄭立委 能夠雙雙為基隆來服務 風雨深信心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和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牽起所有來賓的手 懇請所有的相親 明年1月13號 立委支持鄭文廷 總統支持賴清德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立委